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27日 德国适应以色列 周日凌晨 国际友谊赛迎来多场精彩好戏 其中德国将与以色列进行较量 两队实力不在同一档次 德国明显处于上风 而且他们近期大名单有多位主将入选组成强阵 双方金仗比赛 德国取胜毫无悬念 自从费利克正式接过德国主帅一直以来 他带队迎来七连胜 并且成功帮助德国以九胜一赴的家具强势 进军今年举办的世界杯决赛周 不仅如此 在费利克带队七连胜期间 德国总共攻入31球之多 而失球数仅有二个 可见球队攻守兼备 值得一提的是 金仗国际游异赛是德国在2022年的首成比赛 由于已经确保世界杯决赛周的资格 相信他们金仗比赛是以考察球员为主 不过从大名单来看 诸如卡尔 夏威斯 利来 辛尼和伊基 跟杜贱等主将 悉数入选 可见球队阵容相当强大 此番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以色列 德国取胜在望 以色列目前在FIFA世界排名第77位 他们属于欧洲三流球队 其整体实力较为一般 而在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 以色列以五胜一和四负的平庸战绩排名F组第三位 他们在一次无援世界杯决赛周 这也是球队已经长达52年缺席这项世界大赛 此外 从今期大名单来看 以色列征召多位国家队新丁入伍 看来他们有意对阵容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新换代 换言之 金仗对阵豪强德国 以色列的目标似乎并非与对手奋力一搏 而是以较为轻松的氛围与心态考察球队阵容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近二次对阵德国全部失利 当中得失球比位一比九 此番再占德国 以色列确实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